字幕提供 人家每次都被派, 但原來未有 另一個風聲鶴類的產品 如果你說要找的, 更難 就算是一節 不然如果你說 成功在這個 P PPN好像有購買的 應該有 不知要多少,50周年限定也是 本身是Tamashi Shop的店前限定 亦都沒有記錯有擺廣雲 但是一瞬間又是沒有了 我是按不到的 所以亦都因為按不到 現在有機會和大家早點介紹 不過我都是七百多元左右 這個就合理了 算是 究竟今次Tamashi Shop的店前限定 50周年新二號有什麼給大家呢 由直開了 很壞 其實這隻又算是載版 但它的色水好像又改了一些 確實是值得一說 這個地台真是 貴在什麼地方呢 當然 其實這個也是炒冷飯的地台 但是沒有辦法 你比硬它 而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炸爬手 噢 這個就是舊版一定沒有的 沒錯 你上個禮拜給我看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 原來50個零那個洞 是拉打一隻眼的 你會不會留意它的旁邊呢 其實 全部都是 都是眼仔 對 真真正正正的 50周年這個設計 就真是直租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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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 另外也想說多一點 其實剛剛開盒的時候 都很害怕的 因為我發現不見了一些東西 蛤 誰不知呢 經過Walker的一輪 這個搜羅之後 原來是沒事的 這個都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可能 跌了去哪裏 可能觀眾都會有這個情況 雖然的 因為它那個 蒙面超人那兩條面的竹鬚 一開盒的時候 其中就沒有了一條竹鬚 他以為真的欠不欠件 對呀 那後來我拿去紙盒的時候 突然間我有感覺 就是在裡面 霧到有些聲音 噢 因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卡紙的摺盒 是 變了一個盒裡面 其實是有空間的 如果你的竹鬚掉了 它是夠膽有本事 是跌了在一個 嘩 在這裡裡面 或者再進去的地方 都有可能的 嘩 即是在那個 四面牆裡面的空間 噢 明白 所以你就要 如果你是欠了一條竹鬚 而你的盒的時候 你熬到有聲音 你就要用心機 因為你就把整個盒拆了它 但如果整個盒拆了它 可能會摺查那個盒的 所以我們就 好像輕輕握一下 驢一下 就調遍它 就引起了一支竹鬚 好了 那麼看到它連這個膠紙都沒有開 就是玩具當然是拿來玩的 所以就即爆了 好有升值潛力 因為之前那隻2號炒到上天 這隻載板在這麼難買的情況下 但又再升呢 之前那隻的胸甲是否顏色不同 是呀,頭盔和胸口好像都有點不同 我印象中好像那隻顏色比較好 我也覺得是 胸甲的質感比較好 這隻胸甲是不是很漂亮 這隻胸甲有一點點 它這隻顏色不太好 我覺得這隻顏色不太好 可能會配上上一隻50周年的1號 顏色 這隻水 我先收拾好一點點 棋位 想買的很嚴重 是呀 太嚴重了 錢開機是一切問題的 你買完2號 你買完後 你要追回1號 那時候又更嚴重 又更嚴重 所以玩具的東西一出即入 就最穩妥 好 本身就著今次的新2號和之前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就是你看到它這個胸口的綠色 另外你看到它原本的拉鏈 今次其實是它把銀色的拉鏈由黑色 噢 這個有沒有典故的呢 那就是頭盔 頭盔本身的藍色也跟之前有少少出入 我也覺得有少少藍色不同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接下來V3出了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真真正正的一家團聚 那就是V3是PB還是通返的呢 好像忘了 好像是PB 是開了頂的 是呀,先按了 有錯我才更正 因為我真的不好記得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需要PB 這支一定厲害 另外就是 就是看到整隻東西的比例,造型,其實我們都介紹過,不下兩、三、四、五次 所以我都不想花太多時間,可動性的,再說一次 但你可以看回整隻東西的造型和賞色和QC 這隻我是完全收貨的,差很遠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大瑕疵可以看到的 不過它是不是一定是這樣,就是我自己也 我覺得它的鞋和手套是同色 但跟腰帶和頸巾的顏色又好像… 少少出入 少少撞了少少 你才是應該… 我不肯定,因為它有特別色 我不肯定,不過我覺得顏色的手套和腳套比較鮮 好了,不斷移到… 可動,不需要說,只用一個姿勢去解說就可以了 好,漂亮 V3是雲鹹嗎? 也是雲鹹 開了沒有嗎? 開了,好像兩隻都入了 好了,可動性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需要再補充 好,又入鹹 好… 好… 好…